当作像这样子的Texture 那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 我们需要去做Texture的Stitch 就是所谓的缝合的部分 那么特别是像这种过渡的地方 那我又要合上一些Logo 是没有办法透过所谓的Texture Pen 来处理的时候 那么去Stitch我们的Texture就变得重要 那首先我们先把画面回到 我的Card的部分 那在Card的部分一开始 如果我要删除掉我的这个 不需要的Model 我可以先把它Delete掉 那另外就是当我的车子不是在世界坐标中心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快的在Object的这个Snap的地方 把它Snap回到Cursor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按Slash 然后Home回世界坐标中心 在这个地方 Select to Cursor 那么接着我们要做的就是UV的Edit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我所有的网格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打开这个Sync到我的Model的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的Unwrap UVW 它基本上跟下面这个面是分开的 所以我们最快的做法就是把我们想要缝合的边选起来之后 按右键的Stitch 那么它就会去把该找回来的面找回来 那我们可以继续的把我们需要的面找回来 那当然像这边按G 可以稍微的 我们稍微zooming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模型 在这个Unwrap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面它跑到比较不合适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按G 把它稍微调回来 那同样的我们可以继续的编辑这个地方 然后按右键的Stitch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些Vertex 把它选起来之后 做一个Align对齐的动作 譬如说不要Align Vertical Align Horizontal 或者Auto Align 那当然这边 然后位置如果跑掉了 我们把它拉回来 好 那这里新的这个 我们好像不小心又选到别的点了 Undo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InCase 我们有可能Align到不必要的地方 我想我就先用点的位移按G 把它位移回来 比较相对安全一点 好 刚应该是按到H 但没有关系 我们先简单的这样处理 那当我的这些Stitch的面 Stitch回来之后 我会选所有的模型按A 然后在这个Pack的地方 让它重新的再Pack一次 那我们直接点选Pack 它重新帮我组合了一下 我的这些排列 最重要是要在这个Tecture的范围内 那接着当然我们会到Tecture Pan的地方 我们新增一个新的Material给它 例如说我的Best Color 我们选择是一个橘色的好了 稍微区隔一下 那贴图的部分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Save Us 贴图 比如说我叫做 我重新做一个命名 Car The Base Color 那我的网格的部分呢 只要到UV的地方 找这个地方 然后Explode 当然Explode之前呢 建议同样的全选 就是把你的网格全选起来 然后Explode 那同样的我们用同样的系列的命名 那我可以在这边把Color拿掉 我们就叫UV Explode 那么接着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ForeShop 比如说在ForeShop的地方呢 我们可以开启这两个档案 一个是颜色的贴图 一个是网格的贴图 那我们把网格按Command加点击 可以将所有的网格选起来以后 拷贝贴上 在这个地方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把 例如说可口可乐的Logo 网路上我们可以找得到类似像这样的Logo 一样我们也把它选起来之后 那我的习惯我会新增一个图层给它 好 然后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编辑 可以在这边或许再新增一个图层 这是应该摆在它下面 那我们就可以 比如说给一个色块 当然如果必要的话 我们可以稍微zoom in 一下 来确认我的这个范围 是在我要的地方 例如说在这里 大约 然后我们可以做个甜色的动作 comment加 backspace 然后做一个拷贝 那接着我们可以把这个贴图呢 做一个合并 就是把所有贴图合并之后 我们就可以export这张贴图出去 比如说save us 把它存成是一张png档 然后可能就叫cos的texture 那么回到blender里面 我们到我们的shading 然后这边可以检查一下 在咖啡色的这个texture的部分 去选择正确的这张card texture的file进来 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这个影像 那回到layout的地方 假设我要做render image 那现在呢 default它render的角度 当然可能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很快的用comment加alt 假设这是 或者我们把我们的这个视角先打开 看一下现在的camera的视角 我们按command加0 可以得到commandalt加0 可以得到我们要的这个视角 然后再开启我们的这个view 到这个所谓的camera view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移动 或者是mean zoom out 我真正需要的视角 那当然如果你不需要这个lock住你的camera 你确定这个angle是你要的 我们就可以再把它解除掉 好 那这时候我也可以检查一下我的灯光 按slash 找到我的灯光以后 我会到topview的地方 我们把我们的灯光做一个移动 让我的光源可能稍好一些 那这时候 当然我也可以回到我的这个output的地方 Render的地方 然后去找一下我的film的设定 那我希望它是打开我的alpha的Render 所以相对的也会快一些 那我就可以得到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对 对 对